國安部長是簽警專家李傑都不敢搞簽警 我十年找簽警不可能是 簽警可以給我們一個理由說簽警不搞不簽 我們可以給他一百個理由告他 那簽警不不簽了 永遠簽名 所以我們趕緊改好了 今天大約再見 然後我就要我做簽名 我快死掉了 我還能活三名 本來又多活一點 我看到一個故事給我很大的啟示 這個人活著注意啊 現在活著一百一十一歲 注意啊 還在寫書 她是以前駐美大使的太太 顧維俊的太太 她還能活著 她本來加起來很有錢 她的丈夫叫陽光生 三天水一個生活的生子 是中華民國駐菲律賓的總領事 二戰的時候被日本人殺掉 後來她在美國 就認識一個七十歲的老頭 顧維俊 她是顧維俊第四個太太 她賬得很好 顧維俊活到九十歲 顧維俊每天賬得很好吧 每天去紐約中央公園三公園都贈免五塊錢 一位黑人我搶她 你沒有錢她打你 所以我等你五塊錢 所以這個錢就是三部費 都這麼細膩的一個人 一般一十一歲 反正一位黑人多活一點 現在發現 哭不下去了 各位還有什麼 先坐下好了 然後坐一下 喝杯水 那邊有幾水 對不起 我想先學年輕人一點 李教師你好 就是請教一下 你曾經說過自由雜誌 曾經在你的身上生根發葉開花結果 那以你現在的經驗來講 你怎麼評價自由雜誌跟文心雜誌這兩本雜誌 你有做出一個總結的評價的話 你有什麼評價 然後接下來就很開心又看到你 那希望您身體健康快快樂樂 活超過宋梅林 謝謝 他在對我找死啊 宋梅林才快樂106 剛才我講名為 我這一百一十一還在活 他的名字告訴你吧 叫 鹽又韻 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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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又的又 韻是 壓运的 實力之成 壓运的 鹽又韻 現在還在活 第二點很感激良氣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自由中國跟文心不能比的 自由中國是政治性的抗議 文心不是 所以一開始辦文心的時候 蕭先生 蕭先生 蕭文心老闆 辦了五年 他把文心變成 而且辦了 именно 美國新聞出售出版的 自由 他們現在對我很頭痛 因為你看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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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個,那個柳,你太太是被國民黨殺的,那個柳是被國安黨你們自己殺的啊,你們AB團殺錯的人,殺了自己頭,這樣,國安黨不幹真,我們都會把這個真相,這個真話就可以說了。 所以文星跟周中央不一樣,可是我再講一下,文星不是我的水準,文星是遷就我們能用喬老闆的水準,他們是國民黨的這種,對國民黨的黨功的高一點點,為什麼呢?因為有國中央爛世在國中央,就不可能很好,中共爹,哎呀,惹死我了。 或者是,大家罹,讓他們對不過,那時候我親眼看了他,在文星,文星沒有人,在文星,看pla一看,怎麼搞吧? 可是,中文人最像他們的事,要讓他們狼狼很像,其他一共有成羅文阿,榮子阿,暗記那麼多,整天照不年了。 我现在想想都会 我只参加他们的党终会 一个是罗门的太平 龙子 讲的这是一个美丽的长相 你们是白泳泳吗 白泳泳是个披荆啊 他的披荆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脚踏就 你没学呢 我没学 他不知道 他说你对谁 那是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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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晓得到 他写一本书呢 提过他 七岁 比如我写那个 取你的十一岁 我写这样 没有那样 写这么好的 没有 我刚刚的那个 李大师讲的话都让我念把冷汗 还好 我一直在想说我没有要邀请什么贵宾什么的 我一直在想说我要邀什么比较 比较不会那个 其实我本来也要邀彭敏敏教授 还好没找他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我本来要邀彭敏敏来的啦 对对对 然后我 他吓到不敢 对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今天就没有特别邀什么人 他怎么邀同名义来的 還好沒有 但你不關注 那那個人 林醫師來說的話 你是為台獨被關 我從來沒有為台獨被關過 那我在台灣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台灣語士 我看台灣歷史 我非常感謝 我在大學時代 都是受文心的影響 那你是第五十一期 福士那一期 在蕭夢中 再請你做那個主編 那福士那一期 因為我初中就很崇拜福祉 他的文純都看了 不過他有一句話 這個影響我 他說 一起在課堂上誤人主地 不如關於本世界民族 所以我就大肆那一年 我就真的在那個宿舍歡迎一本 《當代智慧人物訪問度》 那晚年的時候 我見過蕭夢中三次 他一本文心都沒有 那我問他 你的文心到哪去 他說都在里奧那邊 那我就借他三十本 我鼓勵他寫回憶錄 蕭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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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我在舊金山 見過他三次 後來我把文心三十幾本借給他 鼓勵他 快點選回憶錄 他一直非常想念台灣 那我文心那本書 蕭夢中是當代作為人 他說是他選的 不過我記得 我有一年 1990年請蕭夢去美國演講 所以1991年 我想請你也到美國這個演講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 你說那本書是你選 不管是你選還是他選 我都非常感激 因為我什麼書 就《當代智慧人物訪錄》 放在文心的第142號 那文心 對 文心給我四千兩百塊稿會 那個時候四千兩百塊很高 我台大醫學院的註冊會才一千三百塊 我三個學期的註冊會都有了 所以我就不再接那個教教 繼續翻譯羅書回憶集 本來蕭夢中要 我拿書給他看 他說我們文心 國民黨正在注意 因為李敖的文章批評國民黨太辣了 所以他說你給別人出沒有問題 給我出你可能出不了國 所以後來我就找新朝文庫的這個張先生就出來 後來就變成這個新朝文庫 所以那個時候四千兩百塊 對我的醫生影響非常大 而且胡適講的那一句話 就放在你文心的第51期 那文心關門我想好像是你最後一期 那個用文章攻擊國民黨的謝蘭茲 然後他們就來進了 那個時候人山人海文心 我也這個每天都去評調 我在醫學院準備考試以前 如果有文心我先看文心 再去準備我醫學院的考試 所以我的成績麻麻糊糊 還好放在這個幾本書 但是我也幫過你的忙 為什麼 因為我在美國 後來我也有台灣醫師 我就 彭明媚這本 Texas of Freedom 也是奇蒙我這個台灣醫師 那我本來找五個醫生 每一個人至於的滋味 每一個人要翻譯三張 後來大家都忙 只有第五張是我翻譯 後來是陳王敏的太太 川瑞瑞她把它翻譯出來 那你在台灣出台灣的版本 你是請另外一個人翻 還是用我們的版本 大概應該是我們的版本 那一套書 我特別叫前衛 我跟前衛合作 我特別說這一次就讓李敖 賺一點錢吧 所以後來你不命沒回來的時候 你這本書好像大賣了幾 我在美國推銷 這本書六個版本 喔六個版本 對 但是翻譯的大概都是我們的版本 不過你的照片這個加了很多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很感激說 你當年去編文心的時候 用無事做那個 但是文心最大的缺點 它沒有本土化 台灣人幾乎都沒有一個 唯一就是我的老師李正元 在肖默能把它互勘的時候 用李正元在一起 那我是希望你雖然說那個 我對台灣並不悲觀 像去年好了 去年還是前年 我們有一個 這一間 他還是我們宜蘭同鄉 他在全世界小梯林比賽 打遍天下武器手 中國什麼東西都 他拿 至上他拿第一名 他是銀牌獎 那全世界轉播 我最近出了一本 《台灣音樂之關》 介紹二十位在國際上 從日記時代的江文也 到蕭泰然 馬水龍 金西文 還有鄭宇謙 這些音樂家 文學我大概不能跟你比 但是音樂我聽了一千場 大概你大概不能跟我比 全世界的音樂間有名的 我大概都去了 所以 台灣 台灣 江文也 被推不來 被推不來 是我們推不來 你忘記 他感覺 沒有人感覺不一樣 江文也是 我是第一 那個時候 是透過水我講 江文也是 因為他也是要診断會 我也需要診断會 太小了 本土話跟世界話 沒有什麼衝突 像William Wagner 那些農民家 他們寫的都在那個小小小裡面 你沒錯 台灣 最理想的國家 人口 台灣太小了 對世界 理想國家 北歐的四國 台灣能夠跟瑞士比嗎 不可能的 台灣太土了 你看不起台灣 但是我是 我身為台灣人為榮 我變了二世紀 代表現場 本來要把你寫進去 但是 你並不承認你是台灣人 你是東國人 那我就 只好 我抱歉 台灣人也不要我 你也不要我 台灣人 但是我跟你講 你你根本見過世界的人 你不要把這個小的情節放棄掉 台灣太小了 台灣基礎不好 我跟你講真的很糟糕 基礎很重要 在青少統治的時候 台灣 別別 各人全中國 在其次一代後 西太後 過六十多生日 拍馬批 台灣拍 全都 這個 這個地區的 族群 不好 都不好 眼光端小 沒有非常好 可是眼光很端小 被日本統治 青棠統治 日本統治 國民黨統治 眼光越來越小 可是跟國民黨學到自大方 什麼自大方 國民黨不反過他 怎麼敢不敢 將近十二十六年 將近我喊十三年 很多朋友們算起來到現在 五十年 台灣統治 國務艦 按照民進黨黨 用共同的方法 成立台灣共同國 共同啊 我告訴你 那一次 每一次共同 共同黨擋住 不能探 主權條款 那次共同黨不探 蔡同 怎麼辦 提案了 一百五十個問題 全都沒打電話 蔡同工 絕對不能共同 什麼都不能共同 核心都不能共同 蔡同工出來 蔡同工出來 民進黨整個撤退 最後一個來不及車 叫李文中 李文中在立法院裡面 表決了在那裡面 結果投票 投票反對自己的提案 全人家沒有一種消化 對 李文中也不能 他就不能投票 公投啊 我說沒有公投法 不敢玩這東西 一玩就活那麼笨 什麼人 什麼人讓我沒有這個膽量 蔡同工有膽量嗎 不敢嗎 所以我認為 不是不好 而且做不到 我從來沒有說 美南華不好 而且說 美南華它沒有文字 結果它不能強大 跟高山主義一樣 我們可以等著美南華 變成這個 王正如說現在 下裝一流車 想用美南華來表達文學 結果失敗了 沒有文字 所以我們不能成長 文化不能累積 所以我們現在 找一找個問題 今天就是沒有文字 我們可以等文字 可是我們等不及了 我們不能等 兩千年等了 因為台灣是馬前 也不能等三百年 來著 台灣的紅龍夢 用美南華來醒的人 我們不能等啊 我們不好 而且現在 任何本土華的語言 都浪費時間 因為 十年的經驟 搞英文還那麼近呢 我們還在搞本土語言 交發完的話 我就 就開到處 事實上 中共要簡體制 你主張簡體制嗎 我不能等 對啊 所以我 隔著你搞錯了 因為我們現在 不懂簡體制 因為它不是 那不是現在的語言 不能怪中共 好不說 我們說 這個人 我對你人之一禁 禁字一個 齒兩點 這是宋常的簡體制 宋常跟韓外號 叫做齒二秀 一聲兩字就在 就這個字 所以我們以為 共產黨 傳統文化的問題 問題不在這個地方 問題 為什麼我們現在 我寫的文章 大陸上千萬的網站 就是我講的話 你寫完了 寫不過我 可能我有偏見 可是文字又挺好 那中文輸了 現在年輕人這麼糟糕 文字都寫不出 火星文字 為什麼會出現 吳祝宗 那吳祝宗原本也不好 那現在他開始甘心 自自然然這樣 胡鬧 我認為 橫河你的對位 你已經見過世界場面 應該登高一呼 現在台灣沒有這種聲音了 沒有人做一個真正的 清楚的 往狂瀾遇到的聲音了 我卡牌告訴你 我看不及台灣 看不及這個島 用你所說的 我的世界是正常的世界 也不是中國人 我現在 還有三點時間 我把我的基本 小說寫完 我認為它是世界性的 我也不理中國為北鄉 我今天很好 大家聊一天 虛虛舊了 實際上 對我已經非常地陌生了 我沒有問你 我就說 這麼小 我的感覺好小 實際上 我沒有那麼大 我哪以為它 可是你看 那是那個 那個秘密談話 我給你看 給你看 到台灣來 根本就取消 外交部內容的取消 都用台灣的省的 那個農林廳 來代替 用省的編制 他知道一種部落國的編制 我們的商場大 你給你一個小的地方 搞這麼大的政府 沒有人才 你看 許醫院就是人才 醫院人才 醫院人當那種錢 跟我同 同屆也在台南 他沒有當兵啊 你知道嗎 就講解釋 挑了二十個人 幫他造原子彈 其中一個就是醫院人 主事人我起鄉 所以都是內容的 都是內容的 所以我現在搞了教 感覺的結果 教授職效的搞了這樣 很重要 你可以等我一步 我再講兩句話就好 讓大家有機會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 編一本雜誌 能夠贏過 蕭茫瑩跟那個 復興 不過我的後面人物啊 不是這些 我當年崇拜的羅素 那些人 我一定用台灣的人文大師 你說台灣沒有這個人才 我自己認為台灣是有人才的 另外一個我最羨慕你的 你七十幾歲跟我現在年齡的時候 調了一個十九歲的這個小親人 還寫了一本小說 而且還有你的老婆的同意 而且那個女生啊 句子很好跟你對談的時候 也是我喜歡的典型 請教我一下 怎麼樣跳到十幾歲 這個我沒有辦法 明明醫師講這個話 這個 代表他非常年輕 因為他今年喔 過年的時候 一月一號 他從美國跟我發了一封信 他跟我說 他要用三年的時間 他要出十三本書耶 十六本 十六本 對 昨天又加了三本 就那個人 他要出個書 人各有其志啦 這個也是應該跟林醫師學習一下 我覺得他永遠年輕啦 他有這麼大的夢想啊 他三年要出十六本書 對不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 好 剛剛你有舉手對不對 我們先給他一個機會 李大師 李大師 李大師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目前現在的網紅這個現象 你有什麼看法 網紅它是本地起源於美國 然後 漸漸的發展到我們東方這邊來 你對網紅有什麼看法 我想要問的是 我們年輕人有沒有機會 看到李大師開直播這樣子 謝謝 我可以告訴你啊 我對這個 反正跟網子有關 我就跟網子有關 都不是好事 原因就是 他統一思想有功 可是統一的是什麼思想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剛才我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使貝多森音樂 一樣就出來 配音樂配得那麼好 加物美加年 可是貝多森 出來跟貝多森就沒有了 我們這種原創人才找不到 所以那麼肯定 唐哲就是 你是本土的原創人才 可惜你烏無其土 還喜歡十七歲的人 你自己做魔幻 我現在就是 我在湯裡覺得沒辦法 後來 他有機會在台灣 到大陸裡去了一趟 跟官大陸 一個人搞不完 我現在 我在憲保證 我們用照片 我說 五月遊兵 隨意奔得 我並不是自憐 就是說 我們錯路 錯路不要走 我現在就 年輕人很可惜 就 學不到新東西 可是學到統一思想 然後 可是那個思想 又是很 很 很落魂的思想 沒有 沒有行為 好不然現在 我幾年以前 結婚 揚媚美國 這個春 談到美國的事情 我們想不到 美國在吃我們 我剛才講 花台灣兩分錢 就可以印一張 一百塊美金的草莓 過去跟著 布林登森林的會議 他說 一塊美金等於一張黃金 一二四黃金 現在 一塊美金 你有三十塊 你太平 你可以買一張黃金 買 所以 我們被世界吃了 如果你想不到 我就用單 九一事件 美國兩個樓 雙子星 抓腳了 全世界 佩塌六十種 你知道嗎 就發過來吃全世界 原來是我們全世界 佩塌六十棟 六十棟 正要能吃 吃全世界 吃人不露骨頭 我媽叫美國好 所以 從中文中 教育的失敗 教育失敗 我剛才講過 說美國保護我們 是假話 因為 根據台灣關係法 你們都沒有看過的 我研究過的 從來沒有說 要保護他們 他只提到了 這些地區 有麻煩的時候 美國表示 嚴重關鍵 嚴重關鍵 代表什麼 代表你出兵嗎 那出兵為什麼 你四次 嚴重關鍵 場合你不出兵 包括 亞爾達這次 可能亞爾達這 就不敢出兵 現在美國的 那 陸軍也是空軍 根本不敢 陸軍不敢 入戰 都不敢 沒救了 現在可麻煩 可是 可是我覺得 這個世界太多了 台灣 我感覺 我們現在全世界 五千文治的地方 我覺得 一兩多 什麼 我的方法就是 實際上 我們不要這麼窮 能把台灣 存一點點錢 可是現在 我告訴各位 麻煙九 做執政八年 給美國人買五十多錢 超過陳水扁 家裡的錢 所以說 麻煙九 是 親北印的 胡扯 麻煙九 日本 日本 水灘的意思 麻煙九 出面 替日本人捐錢 捐了66億台幣 全世界 也送日本人錢 加在一起 都沒有66億 給日本人以後 日本人怎麼對待我們 專業區的大學 外國的學生 給獎學金 渡過難關 不給他們 就這麼起床 你們想不到 東北安父 像林泉 老八蛋 還說是 有人自願 現在 我告訴你們 我怎麼知道 就行 日本的紀律 譬如說台灣的客人 來買春 就不賣 根本看不見 你就是島上的人 我們 都要很 表演 根本看不見 我 現在 早就看到 日本可以跟 跟美國聯合起來 否認你這個 太平洋 那日本 台灣 台灣不敢否認 他 他 我們面對是這麼多人 不管是本人 萬人 一群 一群火鍋子 所以我就 你應該站出來 做一些事情 可是這樣跟人敢講話 連彭敏 就不敢說 哎 你們 搞一個五十年 紀念我們的宣言 應該是想 謝忠敏嗎 他的宣言 你搞什麼 你問這個事情 做得到 都還沒有外動 這不能話 彭敏都不講 沒有人死罪了 謝忠敏 我說非常佩服 謝忠敏 我非常佩服 他是我的好朋友 謝忠敏 說我們只有三個人 在搞懸疑 總之間 四個人 屋里面現在沒什麼被我告 我被告缺貨 從來許多人 被告人 賺花了 賺花了 在搞屋裡 那你現在有多少了 我說你現在有多少案件在你手上啊 你說缺貨嗎 只有一個 我最困的時候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我一同學 我有兩百零四個被告 不是 每個立法院都被我告 本來兩百零五個人 也不能告我自己啊 請這個周教授跟我們講一下好了 因為文心跟你最相 現場跟你兩位最相關 好 謝謝 剛剛 林醫師提到的問題 台灣問題 我覺得 不是台灣大小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台灣政治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缺不缺人才的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顯然的文化 讓世界上能夠看見 今天不是一個國家要成立 就一個成立 你有國家 有領土 有資本 就是一個國家 今天別人不承認你 你就不是一個國家 這個承認 國際關係 非常重要 今天這個觀念 假不抓準的話 我們光談 台灣多大 台灣可以是大台灣 又可以是個小台灣 所以台灣怎麼講 你都有辦法說過去 這就不是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 在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 有力量的 很清楚的 很有傳統的 很有這個 common sense的意思上的一種文化 能夠讓別人能夠承認 能夠讓別人接受 而且能夠讓別人欣賞 一個國家假如沒有文化 我欣賞你的 我對這個國家 就是你存在 我也對你沒有興趣 可能你假如有特殊的成就 有特殊的人物 有貝羅芬 有皮卡秀 有莎士比亞 那一定會來看你的 就是你再小 只有半個台灣 只有四分之一台灣 還是一個國家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關鍵 好 先說一句寫話 我跟李奧幾十年的同學 我的老同學都問我 李奧罵了所有的人 為什麼沒有罵過你 我都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我沒成名 第二個他爸爸很欣賞我 你爸爸是我的國文老師 他比我的中文非常非常欺負 所以這是我的猜獎 總之這是閒話 這個不重要 現在回到文化的問題 我跟文青也小有關係 我民國五十年 就開始 肖木人間 遇到救護大的家具 那個時候 我們在一起的 你在當時因為太自由 因為我第二年 就離開台灣到美國去了 我一去去了四十年 回來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是 蔣介石是總統 回來的時候是馬英九 時代完全變掉了 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你 你留了個電話給我 我後來怎麼打也打不通 我知道那是秘密電話 你這樣還不會經歷接著 你都講得更年輕 不過這個都不重要 我想提的就是 我們五零年代 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代 我所了解的文青 是跟你們後來 跟肖木人發生 一個特殊的變化之後 所沒有的現象 我所看見的文青 是一個非常清潔 非常乾淨 非常 pure 非常有理想的一個雜質 那個時候肖木人 刚刚开始办 那个当时我不知道谁要求我 很可能是包一鸣 你记得包一鸣吗 还有谢文森 包一鸣 陈古印 王恩勋 还有好些人 那个杨国书 还有那个王上义 王上琴 我们当时那一群朋友非常要好 经常在一起聚会 那个时候的文庆已经开始出版了 我的当时我在中文学研究所 肖孟能特别请我来管理文学方面的编辑 所以你第一次给我还投了个稿 那篇文章我还记得 叫做《妈妈弟弟和电影》 是你投给我的 我登在哪里去我忘了 反正这几期都是我编的 那几期啊 都是我编的 我这文章就在这里面 可是很可惜我第二年我就离开 到美国去了 一去就去了四十年再没回来 我第一次跟你打电话说 你说周圣堂失踪了 我的确实失踪了四十年的时间 我现在回来了 我要提的是 主要是我们五零年代那个时代的问题 那个时代大家看得出来 文青有几个中国人的脸孔 全是老外 我们的文化在哪里去了 所以我刚刚谈的文化问题 不单是台湾文化的问题 是我们整个的 是当时那个五零年代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国 根本就没有一个代表 能够拿出来的 自由中国不错 是政治性的刊物 可是文青 是一个文学性的 是一个思想性的刊物 假如一个文学性的刊物 假如一个思想性的刊物 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来 全部靠别人的 这种国家是不是有问题了 有显然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 你非常爱靠你一个 穿在一个台上 写了一些 跟当时时代有关的 当时跟这个人情风俗有关系 一些新东西 让人家耳目一新 否则我们看的都是老外的东西 每一些封闭人物 全是老外 大家看你数来数去 我只看你胡适 这个中国人口 其他全部是外国人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很可怜的现象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 用这种标榜 这个文化的新风的话 这个国家有别人看得起你吗 你自己东西在哪里 可是这个不是真正问题 真正问题 我们当时有人才 那个五零年代 中华民国 从大陆撤退来 才十多年 才刚刚开始 刚刚起步 不可能有新的创造 刚刚起步 能够借重这些人物 已经是我们了不起的地方了 我们非常感谢当时的肖默仁先生 他提倡这些东西 他在乎这些东西 我们每一期都介绍一个特殊的人物 我那一期是介绍克纳普 克纳普是什么一个人 今天一定有学哲学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每一次我们能介绍一个重要的西方的哲学家 对我们台湾文化来说 的确是一个进步 的确是一个创举 因为在当时兵荒马乱 当时人心惶惶的时候 我们开始稳定了 开始借重西方的文化 来表达我们的意识 这个是一个开门不坏 不坏 我非常感谢文心杂志 有这样一个唱片 有这样一个成就 呃 李奥兄在 有一段位也在提到 文心杂志停办之后 你觉得很不够 所以你说 所有人都不在管文心了 所以只有我 只有你自己 还在抓住文心的精神 继续往前走 你是独立 唯一个人 还是往前冲毁 这个观念就是我要介绍的 这个观念就是我要介绍的 当时的 呃 台湾 的确有 有那种词 当时的 我们重要的人物 你是看不起 宰心勇 可是当时还有很多人 都会写的 写的很好 至少是一种常识 呃 当时的还有一个包玉民 还有谢文孙 还有杨国书 还有这个林文乐 林文乐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总之他在奴隶 在做戏剧 欧阳子 对 这种 这个就是当时一个气氛 当时一种文化的一个冲动 当时文化可以诞生的一个前奏 就在文庆那个时代开始了 就在文庆那个时代开始了 然后由西方的一个哲学家 做代表 但是由这种人物来做代表 但是由这种人物来做代表 我都不晓得这英文味道 因为你不知道看他的是谁 你不知道罗素是谁 你都知道罗素 但you know 都不懂 因为这种人物的确是世界的 最顶端的学术界人物 我们假如能够在世界顶端的 世界的学术界人物里面打转的话 我们至少会跳出来 我们至少会跳出来 我们至少会产生新的自己的文化 可是很可惜 不就是个中端人物 中端之后 在于这一类的文章 在于这一类的出版 不然《新潮无垢》也不错 还有《远景》也不错 对 所以还是有的 我们的新潮都出那些人专书 他们出了好几本 这里边大概都有 这些人 可是正如李奥先生所说的 文化出版界已经实了 今天赛坎出书 已经是落后了 这个时代已经不靠出版 不靠出版 来培养文化 不靠出版 不靠出版 来培养文化 不靠出版 所以我这位佛事画 我想就是把这些人结束好了 因为我是感觉到 最重要的是文化 而是文化的创新 不是你捧谁 今天可以在《远景》文序里面 捧出很多人来 可是不是捧的问题 是你要拿出东西来 让世界看见 这是个火炬 这是个光芒 这是个希望 这样我们才有希望 这样的文化 才有真正的有力量 这样的文化 才会被人家尊重 也会被自己尊重 所以我的感觉 是这个问题 不是台湾大小的问题 不是台湾有没有人才的问题 当然有 可是一定要培养 一定要练兴 好 我这话就行了 是 感谢你们 感谢各位大家 谢谢周教授 李欣有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 我再问一下 不回应 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有没有人还要问问 我们给后立一点心会 好 周先生 等一下我给他 我今天76岁 我在五十几年前 就是逛 重庆南路的文心 文心杂志社 今天我是带着那种心情 那种经验的心情 参加这个聚会 我被那个让头上的新世界吸引 但是到后半段 我有点亏心 我很难过 我有四个儿子 最小的二十几岁 说我们 好像在台湾都没有希望 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儿子交代 所以我拜托大师 今天给我们一个指引 不好回去报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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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能够 能够 能够 做外国人 都在美国 对 我 我有机会做美国人 因为我 我有女儿是美国人 我是美国人爸爸 也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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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优先 我都可以 原因就是 我总觉得 总要有人 这个世界太大了 总要有人 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向 去做 我有一本小说 叫做第七十三烈士 不是七十二烈士 就是说 有一个人 他活在台湾 他们就死 真有这个人 他看到这个牛鬼蛇神 统治这个世界 就觉得 当年跟他一起的 七十二个人 白色 各位 我告诉你 一个读书方法 是我有的 你们 你们 没有学到的 我真的会看出 比如说 我告诉你 我刚才讲一些数字 我告诉你们 黄河岛七十二烈士里面 没有浙江人 你不觉得 奇怪 我就这样看 就没有浙江人 浙江人 蒋介石他们 是接收革命成果的 徐熙林 邱锦是这条人 没有错 可是不是在 不是七十二烈士 真正的 穿着的革命 是 蒋介石 而这个 穿着革命以后 到台湾来 在一九四九年 我们就跟他们交在一起 可是 蒋介石 活了 在台湾 都活了二十六年 蒋介石活 活了十三年 注意啊 我们讲都是数字的 富士两个人 干了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他们留下他们的团队 就是团队 从李登辉到黄一九 就是他们的团队 很不幸 台湾人 在清朝 才和日本人五十年统治以后 又到了 这个国民党这个 这个 这个 孤臣孽子的统治 我告诉你 台湾受到影响 这个影响 除了台湾在挣扎 可是受到影响 这个影响 到今天 不但没有往前退掉 还在发销 蔡英文就是点语的 因为她说过那句话 在威权时代 我们都选择服从了 这是什么 如果威权时代选择服从 我们都白活了 所以我认为 所有人 他要不服从 他要生根立业 发开发结果 他也付出代价 我现在知道我个人付出代价 第一个代价就是说 你不可能有好的女女 因为 各种谣都会造在你身上 像我们文群的萧先生最后告我 你都知道 他被那个 那个女朋友挑活 告我什么 告我的请战台的财产 所以我开情战里面 有一个三十块钱的塑胶的西点盆 就是我请战的项目 三十块钱 我疯了他 我拿去西点盆 发现这样胖 发现这样胖 所以你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秘密 所以我也知道 也不可能同志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同志 来来去去 女人 来来去去 其人 也不可靠 老同学 周春堂 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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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边 我在台湾联系住了68年 我是十岁岁到台湾 我比这些有同学来的人 包括 包括 朋友 我都比你们住得久 我扣到前面十四年 村住在台湾 你们在外国这些人都久 所以我 我看的太多了 发现整个都是一场 一场骗局 现在我老了 七年一代起来了 我年轻时候穷困过 现在我 还吃一等饭 过午不吃的 跟和尚一样 原因就是 以前没先吃饭 所以就训练自己去吃一等饭 所以我们经过很接触人认识 所以我希望 先年这一代 赶紧能够 跑掉 不是不爱台湾 台湾不需要不死 我们爱台湾爱了一辈子 从那自由中国习文章 到搞了一行 到后来做到 所以我就 不算身败名利 也是 一大堆一大堆 那个 纠缠不清 所以我就 我就做个法 我根本就 我不要做这种君子 就这样 目前就 混在这 所以我认为 能够自己能够安身立命 就好了 这个土浪 什么人会拳呢 我告诉你 当时我们 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一个左边看我的开门上面 有篇文章 有篇文章 叫做蓝色的毛毯 我讲的隔壁 这位农夫 他有蓝色的毛毯 被地主恶霸抢走了 这农夫打不过地主恶霸 就套到山上去 有一天山下面 敲锣大鼓 这农夫就好奇 就看一看 后 那人说就是他 就是他 就把他抓住 给他 给他 被抢走的蓝色的毛毯 就还给他们 所以现在我们是苏联 我们革命成功了 地主恶霸被我们打败了 他们抢你的毛毯 我们还给你们 这农夫就抱着这个毛毯呢 哭起来了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的毛毯终于回来了 地主恶霸被我打倒了 被你们打倒了 第二 在打倒地主恶霸的过程里面 我 没有参加 我抢掉了 这篇文章 李远哲第一次被访问的时候 谈到了 蓝色的毛毯 文章内容他不谈 他不提 什么原因 他抢掉了 他就是美国人 他德国人讲 可是对台湾 民主自由民主过程里面 他是逃兵 因为是逃兵 所以他回来以后 他的 他肯定想 能够对台湾有所帮助 他的好意 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我们知道 化学以外 他替我们闯了大火 就叫改了 今天他说叫改问题 灌连着 当然灌连着 他是执行者 可是原始浙进 是一个医院者 就表示说 他也是爱台湾的 跟我同一个时代的 在台湾大学 我们都是同建 在这法院里 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 他还记得我在台湾大学 穿床以后 可是发现 对台湾 国际性的 实际的医院者 对台湾有好处 最后 做作业研究院院长 在退休的时候 注意啊 通过一个条例 凡是德国各国人想的 每个月要给五十万 他自己就是 想做的第一个人 你怎么可以立法自肥呢 肥你自己呢 你怎么做了十二年院长 比总统子还小 然后立法自肥呢 现在你敢说 就每个月拿我们五十万 所以我觉得 他不是坏人 可是他是糊涂人 在他本行以外 他是糊涂人 他对台湾 我们说台湾 当然他是台湾人 可是对不起 看看诺伯尔记录 美国人 他是以美国人身份 得了诺伯尔教 跟台湾无关 我们说他台湾人 当然是自己的 跟高兴建一样 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他跟我同纪的一个人 你把 一个成长过程里面 所以他看到我们 我们都能在台湾 真打听过的 可是结果 结果呢 就是 灰头土脸 就是啊 我并没有屈服 我还在写书 我现在还在每天在写 可是觉得那个时代 跟着倒 连接不在一起 别以为我统派 我跟大陆也连接不在一起 就发现我们个人 想在这个世界里面 出类爬萃 这个弹劾努力啊 各位 知道1942年 我 我的书子正在面子 什么叫1942 1942 我将一串人来 英国那个 探票的那个 Hawking 1942 美国打拳的阿里 1942 宋主瑜 1942 胡锦涛 1942 都输马的 我的书 我的书是横用面子 一串一串 穿在一起 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 我现在自己的苦劳 告诉各位 前一阵的死掉了 1942年 打拳的阿里 我也不想着他 他一拳打出来 300磅 把人打死了 大伙儿还在跟着Pakkins 啊 就是Pakkins 没有这么重的拳了 只能打100磅 我们还是打不过他 可是他会不会跟我们打 他不会 他会跟他自己比赛 当年的我是三篮棒 现在的我 一篮棒 我没 我的好处 是我干这行 只要我头脑没坏 我还在写 我每天要写 两千年到三千年 纯的新鲜的 就是要留下来 将来我死了以后 告诉大家 有的人 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在独行祈祷 他没有屈服 也没有 都不需要 那都是老的旧式的情绪 我都没有 你研究包床 包床 那都是 那是 虽然的感觉 现在我看你 看到我 我们 我们思想 最为新的 可是 究竟是老老 我们承认自然的老 我 我今天跟大家 等一等一等一本 不是我最后看到你们 是你们最后看到我 还要 累了 累了 好 你叫一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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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